好啦小喷子们你们先准备好准备喷吧 你们都喜欢玩皮壳料啊 其实这种料子的话就类似于皮壳料了 但是它比皮壳料稍微好一点在哪呢 它能看得到有肿满肉 但是要剥它什么肿 皮壳料的话呢一般都是大块头 完了之后你连肿了它里边有没有肿都不敢确定 说明前来有大几十 你看这个料子的话就是剥它肿了什么样的 给你们介绍一下 929克的一个墨西纱 翻纱非常的细 料型是非常规整的 看到没有看到这个翻纱没有 然后包裹呢非常的紧致 包裹紧致和那种泡泡的感觉 其实你打眼就能看出来的 然后压灯可以看到什么呢 黄雾和情敌的表现 很多人告诉你黄雾底下出高货 其实我是不太喜欢黄雾的 我更喜欢白雾 白雾底下出高货 还有的没错 黄雾底下真的 你让人给我赌个高冰出来 打死我也不相信 但是为了销售呢 有的时候他们什么都喊 但是我这边能跟你讲清楚 这个小家围的一个东西开着玩的 具体开出来什么样 废话不多说 现在开干 然后干给你们看 放了七个福利 完了之后都涨了 唯独这个垮了 小翻车 好了小喷子们 你们先准备好 准备喷我 然后给你们介绍一下垮了 告诉你们为什么垮 首先这个料子开的时候 我跟你们说过 它类似于一个皮壳料 但是它压灯可以看到是满肉的 所以说不会是打击石油 肿水 但是要剥它肿水 到底怎么样 但是打开之后呢 你就会发现 自然光是这样的 好的地方是个弩化的肿水 坏的地方 只有是个弩种 它虽然有929克 但是肿水太差了 这样的东西 你就在压灯看的话 说实话 你们没有见过 毁碎的感觉 哎呦还挺漂亮 但是对我来说 这种东西真的 我实在不知道 干它它干嘛好 它也就是说 整个的基调一个摆件 我觉得还可以 但是同样来说的话 你花一个一丢丢 滴滴摸摸的钱 你去剥一个大块头 切下来之后是大理石 或者肿嫩 没有肿什么都做不了 和这种能做 或最起码有肿的东西相比 哪个东西更好 对吧 所以说底线思维 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虽然这个东西垮了 欢迎来 好了 飞食视频的必定精品 喜欢飞食的 希望在关注 爱你